哎呦聊四季 天梯弄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法蘭克人這個文明 法蘭克人擁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而且吃果子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他的騎兵有20%血量加成 到了後期有著名的192遊俠 血量192滴血 後期的法蘭克人主要是打步兵加騎兵 還有火器單位 火炮火箱 也都很適合法蘭克人 攻命路線稍微不行 甚至連戰毛病都不太能用 因為沒有三級攻也沒有三級防 所以打起來會稍微弱了一些 但總體來說 法蘭克還是經濟很好的奇兵文明 接下來介紹一下越南人 越南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經濟科技 有這個木材的減免 讓他點這些經濟科技的時候 研發速度更快 而且投資的經濟資源更少一點 這個效果讓越南人的經濟 在前期會變得更好一些些 中後期點下三級農三級木 壓力會再更小一些 而且會讓他經濟非常誇張 雖然說越南他是個攻兵國 但是他後期的三級農 如果有點下的話 可以點下這個紙 就是這個銀貫技術 恰特拉傘 應該是這樣唸吧 可以增加這個毛象符 100滴的血量 後期轉這個毛象符 對越南人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科技 所以現在他這個越南人的新版科技 讓他在後期的轉出三級農 經濟會更好一些 我們繼續講越南人的一些特點 他的射箭場單位 像是他的帝王戰矛 還有強弩 血量都有增加20%的效果 這個血量增加的效果 主要是讓他遇到輕型投石車的時候 才不會一發被打倒 算是可以用強弩去繡爆對方的投石車 這是越南人的比較常規操作 但是遇到中頭單位 還是會一發倒 這一點可能還稍注意一點 越南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毛象符 還有這個工兵單位 甚至最近有出現這個越南馬攻策略 越南馬攻策略 是可以點下品種科技的關係 所以他的馬攻是正常的馬攻 但他的馬攻是沒有安息人戰術的 所以打槍兵單位會稍微弱了一些 遠防上來說也是少2點 近防也是少1 他的優點是可以讓馬攻變成92滴血 變成遊戲裡面第二血多的文明 第一血多的馬攻文明 還是圖爾西人 不管怎麼說 越南人的打法 還算是比較多變一點的 但是他比較可惜的是 沒有三級攻的關係 他的步兵跟騎士 傷害都會稍微差了一些 很容易在近戰 互打的情況下打數 所以打越南人 你的工兵還是你的阻力 最好是可以出個藤甲弓箭手 更好一些 因為藤甲弓箭手的遠防更高 生存能力更小 傷害也比一般的工兵更好一些 那我們先稍微快進一下 看一下兩邊地圖會怎麼打 目前看到越南人 他的黃金在上方 左邊有黃金 右邊也有一塊黃金 下方有果子 這個正面圍起來是還OK 但是家裡的部分就很難圍了 甚至要直接圍到底了 不管怎麼說 上面這個地區 是他要待會面對的課題 這邊反而客人直接撞TC 損失了一隻肉 越南人也可以先把下面圍好之後 專心守正面這裡 這裡開城鎮中心 後面這裡再開一個城鎮中心 然後這邊再拆一根堡 這個堡也太裡面了 這裡可以拆一根堡 或是直接拆一根城堡 就OK 直接用城堡去守大範圍的經濟建築物 會更好一點 好 反而客人這裡補下了封建時代的升級 18P 現在都是一個比較常規的升級方式 越南人這邊是打一個19P 都按了1P上去 但是越早上去 這個P數是越優秀的 就是越給對方壓力 也不是說越優秀 當然是依照你的戰術去調整你的封建時代的P數 譬如要打直城啊 或是要打直城寶兵 或是樹帝王之類的戰術 P數當然就是 不用那麼早上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是選擇了弱馬開 越南這邊是選擇了兩棒棒 可以弱馬的一個打法 好 這裡點下了一級伐木 那一級伐木只需要100肉 相當划算 木頭的壓力非常少 可以提早轉出弓兵單位喔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喔 好 越南這邊直接轉一個棒棒 弓兵路線 好 那這邊棒棒 確實讓法蘭克人 出去弱馬燒的時間稍微偏慢了一點 家裡可以稍微先營運一下 欸 這邊燒喔 開法木場 我想說這時候開實況 他是想搞吧 他是不想要正常打這一把的 因為這個時間點去挖石頭 是極度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喔 因為這個時間點通常是要撒農田 也不太可能去挖石頭 你去挖石頭就是要開稿 但他前期不開稿 這時候才開稿 那就說不過去了 這個戰術 打半套啊 很不正常 全套戰術喔 用起來是比較舒服一點 半套就是怪怪的 好 這邊村民拉出來 槍兵可能會死 但是可以先戳到一些肉麻 這隻毛兵有點麻煩喔 站在這個缺口 讓越南這裡沒有辦法好好維持 這裡把這個毛兵給逼出去 但是越南人這邊還沒有辦法點下 兵工廠的升級 這邊我是覺得可以先撒農田 一擊射完點補沒有問題 拉了一村幫忙打這樣 多麻 直接離開 沒有想要抓後面伐木場的村民 下方果子去的村民有點危險 要用村民直接暴打嗎 有可能會被抓掉一村喔 這個傷害量很高 哇 果然被抓掉一村 後面工兵也是直接殘屍 好 上方直接圍死 這個圍真是圍超大的 好 下方的部分已經圍好了 這裡趕快繼續撒農田 這時候會說一結射到底哪時候點喔 這個時候 差不多可以下兵工廠 拿到農田 待會就可以直接點一擊射 這我個人認為 越早點這個一擊射是越好 但如果你太早去點一擊射 有可能會讓你斷寸喔 甚至會讓你的開農這個速度 減慢很多 像這個法蘭克人跟越南 他們都意識到 對方都沒有打一個封建大爆兵的一個策略 就是出兵量其實都很少 越南這邊應該有意識到 對方並沒有出太多兵 這裡就意味著喔 對方上了城堡時代可能會再更早一點 所以這時候一擊射 其實也可以不用補 所以打斯基帝國很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不能用一套戰術一直往上爬 然後去試著去觀察一下這場戰局的狀況 去調整你原本的戰術的策略 越南這邊已經看到對方落馬 也沒有繼續補過來 也沒有錢壓插打幹嘛的 這時候法蘭克人就差不多可以點城堡時代 越南這邊也是因為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一擊射一直沒有補 這裡應該別補了吧 但最怕有毛兵 這個毛兵是想要逼越南這邊點一擊射 但越南這邊的目標是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好 都有馬力在家裡繞 給越南更多的壓力 反而客人這邊已經拿到了 牛士 好 這邊想要直接貼金用弓兵去處理法蘭克這邊的毛兵 等一下一擊的弓兵鎧甲 哇 法蘭克這邊打一個超冷 好 後方落馬 想要打村民 一直被擊殺掉 但是又收掉一隻殘血的村民 這一波交換實在太划算了 法蘭克人賺爛了 這一波拿到了兩個村的優勢 那越南人只拿到了一村 現在錯名數是35比39 那為什麼差這麼多 是因為法蘭克在升級時代 所以越南人這邊看起來更優勢一點 好 法蘭克這邊直接正面為死 怕對方的越南工兵直接出門 敲他的城門 但殊不知人家根本沒出門 這個很明顯喔 兩邊都沒有開圖 正常打 好 法蘭克人撲下戰毛兵跟二騎射 還有伐木技術 通常打戰毛兵的法蘭克人 都是想要走一個開農路線 這是針對工兵國的一個打法 像伊索碧亞 瑪雅 不列典之類的文明 法蘭克人在城堡時代 還是會投資二騎射或二騎的工兵開設 去進行反制 這時候如果法蘭克人 也可以去補下修道院 去反制對方騎士來砍自己的戰毛兵 也可以去撿聖物 這是一整套打法 當然他自己也可以出騎士去反制 但下修道院來說會更好 原因是他可以去拿聖物 這邊二騎射二騎防已經好了 這裡有十一隻的戰毛兵 高打第三非常高 越南人這邊可能會被打退 這裡要繼續貼近 再換掉了一些數量 但越南這邊有高低優勢 而且這邊血量來到42滴血 非常的麻煩 越南的工兵就是一發投實測 拍下去還不會全死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我猜是奴炮 奴炮更便宜喔 比投實測便宜一些 就是投實測 猜錯了 他這邊投資投實測 不怕3TC斷村 他可能覺得自己肉量夠穩 他農鐵沒有停 二農二木直接點下 畢竟他這個經濟科技 只需要耗費食物 需要木產 好 法蘭克這邊補下了馬卡 然後拉了一些村民往前 可能是要往前開工程器製造所 好 工兵往前沒有空好 投資車第一時間送掉 工兵往前射掉兩隻騎士 前面的槍兵可能要送光 工程團器製造所蓋好 轉出來的東西應該是奴炮了吧 這麼窮 安倫奴炮了之後取消變成投資車 好 射掉剩下的毛兵 越南人這邊的工兵數量 還是蠻多的 11隻 那有人說越南 這個文明到底在團戰來說 擔任外加的工作到底好不好 我個人認為 他是一個不錯的外加文明 甚至是連油墨都可以考慮拿來使用 因為藤甲弓箭手 在這個帝王時代的中期 你只要有這個一定數量的藤甲弓箭手 你還是可以反制馬彈車啊 或是西班啊 這個火槍單位 還是稍微能打 甚至連這個 飛鏢騎兵都稍微可以反擊回去 稍微稍微 那最後呢 飛鏢騎兵還是會稍微有優勢一些 畢竟人家比較貴啦 那越南人來說 整體在TG的表現也不差 後期也可以試情況 自己轉出420滴血的毛相夫 當作主力坦克幫忙開路 也可以針對對方騎兵國 192遊俠 進行反制 那當然這是非常大後期的部分 可能大部分的場次來說 應該是不太常會遇到這種事情 那以這個戰術延續的方式來說的話 越南人的TG 選擇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甚至我覺得它是優於 瑪雅的文明 但我覺得它會比 伊索比亞更差一點 伊索比亞在團戰的表現更好 最主要是因為 他的後期的火炮跟投資車 可以吃到扭力 彈射器的關係 和精冠技術 後期打他整圖的單位 火炮跟投資車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這一點就是越南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越南跟伊索比亞 這兩個文明 在TG選擇 我會跟偏向女 選伊索比亞 而不會選越南人 但以幽默的角度來看的話 不會選擇越南人 而不會選擇伊索比亞人 大概是這樣的差別 最近我們頻道 在嘗試講一些更細節的東西 跟比較的部分 但我覺得好像不太好 可能這幾次 再嘗試一下 觀察一下數據的部分 再去調整一下講解的風格 好 投資車過來 砸一發 換到後方投資車 往前 砸開一下 呃 正面吃掉了 還好啊 只有吃到一隻而已 這個高打第一 殘血活了下來 挺賺的 兩台投資車都活了下來 反而客人這邊現在有 城堡折扣 15%折扣 城堡折扣 一根城堡不用600 吃頭 看對方反而客騎士 大量往前壓後面 越南兩隻老頭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去招翔 反而這邊招翔 出現了點失誤 第二隻騎士居然沒招翔到 OK這邊利用招翔到騎士 去拆除投資車的傷害 那剛剛被招翔掉騎士 又被招翔回去了 兩邊的這一波打 打戰 打得還蠻好看的 細節都有做到 越南這邊稍微失誤了一點點 但還能接受 這看法蘭克人遇到公兵果 出戰毛兵就是這麼的為所欲為 出這個戰毛兵 給對方追著打 明明你是出量劣勢的 所以 玩馬國的時候 適時的轉出戰毛兵 給公兵果的壓力 真的是會蠻大的 當然對方的馬崩果 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 好 越南人利用自己的經濟 科技升級的優勢 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下了一根城堡 開始要來出巨型頭時機反制 那這邊他要轉騰甲弓箭手 也不能轉太多次 因為待會他的城堡要讓給那個 巨型頭時機 去生產 所以騰甲弓箭 待會一定會斷 這裡是他產 槍兵升級的好時機 老頭招小一下 能不能招到呢 欸 找到前面那隻 哇 收 收 收的進去嗎 有空位 哇 沒有手術收 太忙了太忙了 左邊這坨公兵也沒有時間空了 現在手推車 現在越南家裡一團亂喔 經濟不是很好 這裡有還有一個騎士在後面 好 要不要轉個軍營呢 遇到法蘭克轉個槍兵升級 很OK吧 而且越南也有擊兵喔 雖然沒有三級攻 稍微可憐了一點 但擁有這個擊兵升級的 工兵文明喔 都還蠻不錯的 大部分的工兵國 都有擊兵這個單位 除了義大利以外 好 越南人這邊三級射補下 好 九隻藤甲弓箭手 補下的化覺 巨星頭司機補下 左邊這根城堡也可以產巨頭 但他沒有產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單位太少 而且也沒有槍兵手 但還是補下咧 就是他這邊有點危險 怎麼看都覺得會不會衝個一波 好 這隻騎士終於出來 開始偷砍後面村民 左邊工兵被逼到了角落 這邊還沒有發現 殘血騎士砍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砍了五隻了 攻擊手直接走了進去 藍克拉了一頭騎兵過來就 不過這也拉太多隻了吧 進去砍 哇靠 這個騎士吃一隻了 好 看到這一波 這一波騎士稍微往後拉扯 拉打一下 解掉了幾隻騎士 好像只解掉了一隻而已 雖然幣不多 正面的成甲攻擊手 反而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後面這隻騎士還在砍 只有我砍了九隻村民 一隻騎士換九村 賺爛了 多線就是這麼的可怕 左邊投資車 稍微斬一下裡面的城鎮中心 透一下一村 這時候終於補下槍兵的升級 他可能意識到 法蘭克真的是打槍兵路線 打這個騎兵路線 0192有下也補下 那前方的城堡 法蘭克是沒有想要保住的 騎士衝過來 想要抓巨頭 後面用老頭招牆掉了一隻騎士 繼續追逐後方巨型頭司機 有機會抓掉所有的數量嗎 好射掉 沒問題 不過騎士數量太少了 級兵直接升到上去 二級的步兵台甲也點了 三級板甲這時候也可以點下 OK 補下三級板甲 板甲一攻陸續續續不上去了 好 騎甲弓兵 數量可以再去出 現在待會要出的東西 就只要出騎甲弓箭手 跟槍兵就好 這兩個單位會讓法蘭克人非常難受 歐城市的單位當然越南人 也可以轉這個鐘頭 好 但不建議 因為人家的騎士 是比較 更難纏一點的 那鐘頭的用意主要是 防止對方轉出大量的戰毛病 那我們剛剛開頭講 對方法蘭克 帝永世代的戰毛病 並不是那麼的優秀 那你說他不要轉這個 鐘頭其實有點看玩家的決定 就認為是不太需要轉 好 這邊槍兵上前擋192有瑕 效果還不錯 好 但我怎麼覺得 頭死車砸自己人的傷害反而更高一點點 好 這邊的槍兵直接吃掉 往前開始衝鋒 好 越南這邊是用老頭招搶到了一些僧侶 好 直接開始生命吃 吃掉了一些數量 好 騎士拆掉了兩台巨頭 第三台也被收下 哇 果然槍兵數量不足 補下了更多虛擬 口菌開始量產 192有瑕這一波衝鋒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攻勢能夠延續下去嗎 好 這一波衝鋒 讓越南人村民並沒有下降太多 村民術一直保持在150村左右 反而客人這邊只有120村 150村戰術喔 經濟真的是很優勢喔 非常的好 現在馬上又可以補下大量的槍兵進行防守 個人還是比較重推150村戰術的 120... 感覺村民還是太少 會有這個人口空窗 人口就是你的經濟喔 你的人口有空窗 就代表你經濟沒有到最好 還有你的軍力也是 好 這邊再次轉出了一些巨型托斯基 越南這邊只要點下紫幣技術 伐木工也可以產生黃金喔 他這邊可能是沒有機會點 畢竟現在紫幣技術是需要木頭跟肉的 不需要黃金 以前越南人 他這個紫幣技術是需要 黃金的 就很奇怪了 給隊伍黃金 然後還要自己也要花黃金 去給隊伍黃金 雖然研發之後還是蠻划算 但這個給隊伍黃金這些事情 讓越南人在單挑完全沒有用 非常的不太好用 所以現在改成伐木工 可以產生黃金 這一點就相當優秀 後面有遊俠串了進來 擊殺到一些村民 這坨遊俠進來有點麻煩 他現在正面被迫開戰 打掉了前方城堡 但是後方這些村民可能難逃一時 這裡已經擊殺到了二十幾隻村民 三十隻村民三十一村 遊俠砍村民速度實在太快 現在越南人的村民數一瞬間 變成了法蘭克的村民數量 後面還在繼續堆積 192遊俠 192遊俠這邊稍微反直一波看看 有沒有機會 扛住呢 好像可以喔 法蘭克他是佔據高地內放優勢 後面也轉出一些戰毛兵 稍微來打下槍兵的部分 戰毛兵打槍兵的傷害是蠻優秀的 而且也是垃圾兵單位 那當然是用火槍來解 是更快一點 但法蘭克這邊火槍還在研發當中 化學才剛補下而已 暫時用戰毛兵擋一下是OK的 當然阻力還是一九一遊俠 開始把槍兵給反推回去了 後面這一坨遊俠也是做到非常多事情 最後還是火了走了出來 去跟本隊會合 32隻遊俠往前 這裡要轉火炮嗎 還是要轉個巨型頭時機 開始拆除城堡呢 是覺得這邊轉火炮感覺更好一點 也可以反制對方巨頭 好 工程機知道所按個火炮如何 欸上方這一圖遊俠可以守師城市中心喔 要試一下啊 不試 決定打順你 正面的正毛兵開始往前 好 反而克爾這邊黃金還是非常的多 還有一千多黃金可以使用 好 果然還是要守師城鎮中心 好 越南這邊村民處回升到了一百一十八村 這邊轉出更多的槍兵想要扛住正面 但正面的遊俠數量其實已經不多了 反而是有更多的戰毛兵在前線 去扛這些槍兵的傷害 順便反制一下騰甲弓箭手 好 這邊遊俠到處BD BD的非常優 優秀 這就是 奇兵果 BD 然後正面用垃圾兵去扛 這樣是非常好的 讓對方有點忙不過來 好 再拆一個城鎮中心 越南這邊的城鎮中心越來越少 只剩下四個 但四個也是蠻多的 紅田部分還是58片田 經濟部分還是用得相當極限 雖然上 他還是可以繼續打 但還是有受到一些經濟損上 這邊一開始有點打不太回去 那黃金的部分 可能是在想要不要轉大象 這邊再轉大象 為什麼要轉大象 因為大象可以直接踏平這些 戰毛兵之外 連192遊俠 也可以稍微反思回去 所以這邊轉大象 個人是覺得 相當正確的決定 這波衝進來有點危險 巨頭全部送掉很虧 巨頭往後 應該可以收掉一台 要往前嗎 他往前架攻擊前方城堡 右邊的192遊俠 加上戰毛兵的支持 在左邊 跟右邊 展開了側翼攻擊 正面的部隊 讓戰毛兵去扛住 疾病的傷害 這時候馬上服務終於出來 馬上服務的傷害 現在還沒有很高 升級方面都還沒有升好 吃到192遊俠的傷害 還是有點痛 甚至連毛兵的傷害都快扛不住 上方的城堡終於拆除成功 毛相夫這裡 衝出去打戰毛兵是很OK啊 而且前方還有小小的擴散傷害的這個範圍 感覺一直在下水餃 現在越南這邊有點潰不成軍了 軍事有點少 黃金數量也剩下一點點 感覺要痛了 凡克這時候轉出了 老頭 然後點下印刷技術 增加一下 生侶的這個招翔射程 點完之後呢 就會變成9加3 十二射程的招翔距離 非常的遠 從這個距離 到這個距離 基本上就可以開始招翔了 OK 研發完了 可以招翔了 這也是帝王時代 生侶必備科技 這邊有細節喔 把滿血的騎士拉走去BD 然後讓殘血在家裡 讓自己的生侶去補血 這時候反而客人也轉出了槍兵升級 槍兵打大象很優秀 開始招翔一次招四隻 有問題嗎 1 2 3 4 4個 OK 只要招到四隻大象應該就去了 打不贏了 越南這邊一定打不贏 上面BD的部隊被槍兵給綁住了 但正面已經打輸囉 這邊要補更多槍兵 往前補 招有機會首相 但192遊俠數量實在是太多 這裡要等一下老頭的CD時間 好 去攻擊後方老頭 遊俠在前面打了一波巨頭拆掉後方城鎮中心 上方的遊俠直接避戰 讓上方的疾兵沒有辦法做到事情 好 這一波主力部隊回來 正前方 但正前方越南人的城堡 其實被拆除乾淨了 只剩下上方最後一棟堡壘了 好 捕斯八隻槍兵來一個最後大決戰 192遊俠配上少量的槍兵 還有後方老頭補血 這一波交戰看起來是192遊俠更有優勢 是一點槍兵在右邊組成了一對防線 順利擊殺掉非常多的遊俠 但是左上方的遊俠已經集會 左邊槍兵的問題 右邊遊俠想要衝進去 拖一些槍兵往後走 讓正面沒有槍兵可以出來防守 這邊做到一些效果 正面的村民開始被擊殺當中 上方城堡稍微防守一下 原來這一波真的是太慘烈了 槍兵繼續往後走 這兩隻遊俠到後面開始屠殺村民 正面的槍兵繼續往上 哇這個BDBD好 上 中 右 最後這個遊俠到處亂串 那本隊的部分呢 只要讓巨型投司機繼續保留 就沒有問題 這時候越南人終於打出了投降 出了134隻的遊俠 對上越南的392的槍兵 這個數量 相差懸殊 居然法蘭克還是打贏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法蘭克人 以下1000左右的資源 那資源量為什麼會差距這麼接近 是因為越南人 他前面主打是150村戰術 村民的數量總共已經來到巔峰 這邊都是一代巔峰史 法蘭克人則是一直維持在120村左右 所以經濟量來說就會不太好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法蘭克人拿到2.84的KD 非常的神奇 看到了 看到將近400隻的槍兵 對上134隻的戰毛 這個134隻的遊俠 KD可以打這樣子 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